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9月8號 星期五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中國 股市 匯市 債市和樓市四殺同時出現 嚇壞了全球 有財經人士認為這是理想中的模型 幾乎不可能出現 但中共做到了令人驚嘆 阿波羅網評論員楊旭認為 其中也並不難理解 現在中共就房地產市場幾乎已經拖垮銀行業 中國經濟渾身都是病 治理其中一個 引發各種併發症完全有可能 最近美國發現新的理資源 可滿足全球五成以上的需求 有望結束中共的霸主地位 中國投資環境變差 開潤 多家外國基金 投行等撤離中國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嗨!全國人民破產!中共組合權火燒銀行業 阿波羅網01報導 近期中共發布了一系列提振房地產市場的政策 但各界對房地產市場仍持悲觀態度 8月31日 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融監管管理總局發布《關於調整優化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的通知》 和《關於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貸款利率有關事項的通知》 下調了首套房存量房貸利率 平均降幅約0.8個百分點 同時調整了首付比例和二套房的貸款利率下限 首套房首付比例統一為不低於20% 二套房首付比例統一為不低於30% 二套房的房貸款利率政策下限調整為不低於相應期限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加20個基點 此外 還有部分一二線城市認房不認貸的政策落地 這套政策組合權 雖然是在房地產領域發力 勁道卻是打在了商業銀行身上 2022年任澤平團隊研究的結果顯示 2016年至2021年房地產佔用金融資源存量規模從37.72萬億上升到67萬億 年均複合增速12.2% 截至2022年6月 房地產金融相關存量達68.19萬億 其中 銀行信貸在房地產金融中佔用53.1萬億份額約78% 佔銀行信貸存量26% 據主導地位 無論是降新房首付 降新房貸款利率 降存量房貸款利率 中國政府現在唯一真正在推行的經濟政策就是強行要求銀行給所有的破產行業兜底 給地產商兜底 給城投債兜底 給按揭貸款降利率 讓稀差只有1%出頭的銀行狼狽不堪 不過兜底不是沒有代價的 現在已經大量出現商業銀行支行商票違約的情況 財經大咖 滿足勇士在推特發文稱 根據上海商票網的數據 7月份有264宗銀行發行的商業票據逾期 8月份依然高達216宗 這種銀行商票大面積違約的情況在此前根本就沒發生過 按規律 有任何行業出現了如此大規模的商票逾期 半年內就會出現大面積的企業破產 銀行也不會有例外 無論銀行們現在是多麼的不情願 在發生商票違約後 還總是想方設法地還上 把自己挪出下一期的違約清單 但在如此大面積 並且已經持續了兩個月的違約潮之下 破產將會是大部分銀行的宿命 給破產的行業兜底 只能是自己也破產 這就是經濟規律 中國政府再假裝自己萬能 也無從對抗經濟規律 阿波羅網評論員楊旭認為 銀行作為信用中介 商業效益應該始終是第一位的 而在中國實際承擔了不少政治任務 如果資產大幅減值 失去流動性 出現擠兌 銀行暴雷也是分分鐘的事 有網友表示 你稍微看一下財報 恆大 融創 碧桂園 國美零售的大額虧損主要都是資產減值造成的 金融資產存貨固定資產 無形資產的減值 中國銀行業 股市 樓市的最大風險也是來自於資產減值 每年記憶體的撥貝 也不一定能覆蓋真實的壞賬 網友們普遍認為 表面看是銀行為房地產市場兜底 實質上是全國人民為銀行買單 銀行的錢是民眾的錢 按照土匪的操行 應該要動老百姓的銀行存款了 國家再印鈔給銀行無力 何曉帶壞賬 銀行不會破產 全國人民破產 銀行兜底是最後的預期 在一個心理週期過去之後 下一個問題是誰給銀行兜底 用什麼力量兜底 也有網友認為 最先倒霉的肯定是城商行和農商行 不出意外的話就是農商行和地方銀行 又是棄足保居 這些銀行破產了 也是民間資本虧 楊旭表示 中共是不會讓國有銀行輕易破產的 不是有句話叫內債不是債嗎 至少是在銀行破產之前 中共會讓央行拼命印錢 以債為毛印錢 人民幣氾濫 快速貶值 物價飛漲 引發銅貨膨脹 中共再來個新版人民幣 廢掉舊版人民幣 在中共的這種極權制度下 完全有可能 而且在當權者眼裡是再合理不過的想法了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在中國最慘的永遠是韭菜 博明漢市破產 小粉紅叫好 有評論說 中國95%省市實際上已破產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在微博帳號發文 突出 博明漢是英國第二大城市 英國博明漢市政府宣布破產話題 5日即迅速登上熱搜 相關貼文下 大批網民留言 有人嘲諷外國經濟差 沒想到國外連政府都能破產 博明漢居然是英國第二大城市還破產了 笑死 原來英國第二大城市是被女權給捶破產的啊 亦有網民說笑 英語白學了 要改學阿拉伯語 不過 都有網民關注 我們國家沒有地方政府破產這種制度 破產有何影響等等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中國金融學者司令接受訪問時說 現在中國政府還要操控輿論 掀起微博上對博明漢市政府宣告破產的新聞炒作 是包藏獲新的 很明顯就是有政治操作及意圖在其中 本身中國自己經濟陷入嚴重衰退當中 事實上 中國政府沒有辦法 只能夠操控輿論 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來轉移人民對於質疑自身危機 堆積成山的各種矛盾的注意力而已 司令解釋 破產本身是一種完善制度 以保護市場主體 博明漢破產對自身來說反而是好事 因能夠啟動司法程序 保護全體納稅人 並會向公眾透露資產債務情況 這反映英國透明度高 相反 他說 中國地方政府債臺高柱 估計有95%以上實際上已破產 但中國政府始終不肯承認 這種掩蓋真相 避重就輕的態度 無助解決問題 終會令中國陷入徹底癱瘓 顛覆中共霸主地位 美國重大發現改寫世界格局 當前美國裏元素供應陷入短缺窘境 恐阻礙該國電動汽車的發展與轉型 不過這種情形有機會迎來轉變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表示 位於加州的內陸鹽水湖 索爾頓湖 蘊含大量鋰礦 美國礦業公司及美國跨國汽車公司 通用汽車 已計畫在索爾頓湖一帶開採鋰礦 CBS News亦認為 加州索爾頓湖的鋰礦開採 就如同1848年至1855年的 加州淘金潮一樣 將成為鋰礦 是該地區致富 加州州長索爾森更預測 該州蘊藏的鋰資源 能使其成為美國鋰禮子電池生產的佼佼者 索爾森甚至將加州稱為鋰礦界的沙特阿拉伯 能源礦物執行長史博默在接受CBS News專訪時表示 該公司將於地熱鹽水層中提取鋰元素 在獲得鋰礦後會重新將鹽水注入回1英里 約1.61公里深的地下 能源礦物有信心每年能在索爾頓湖產出30萬噸鋰礦 該樹值佔全球鋰供應量的50%以上 我們採用地熱體鋰的運作方式 將使能源鋰礦的鋰加工廠成為全球最符合綠能發展 最高效的鋰礦作業地 沒救了 創紀錄 在岸人民幣跌破近16年新低 在美元指數維持強勢之下 離岸人民幣對美元7日週四失守7.33 在岸人民幣更跌破去年11月低點 創近16年來新低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數據顯示 當天 在岸人民幣爆1美元對人民幣7.327元 較前一天官方收盤價7.3084元跌195點 跌幅0.27% 根據萬德 在岸人民幣對美元盤中最低爆7.3294 跌破去年11月1日創下的低點7.3280 再創2007年12月底以來的新低 同時 離岸人民幣對美元爆7.3363 跌0.21% 最低爆7.3368 創8月17日以來的新低 中國投資環境變差開潤 多家基金撤離中國 隨著新加坡成為亞洲金融樞紐 挪威擁有1.4萬億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 開始關閉在上海的代表處 原因是運營考慮 彭博社報導說 挪威央行投資管理公司 星期四 9月7日表示 這一舉動不影響在中國的投資戰略 該基金表示 將確保關閉程序 以有序的方式對待所有受影響的在上海辦事處的8名人員 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十多年前在新加坡設立辦事處 目前有45位員工 處理亞洲地區 包括中國的運營職能 截至2022年底 該基金擁有420億美元的中國資產 涉及大約850家公司 報導表示 在日益惡化的地緣政治環境下 挪威主權基金的決定 反映了其他國際投資者的一個變化 包括高盛集團 和摩根斯坦利等大投行都縮減了在中國投資 中國政府近年來進行的廣泛監管整肅 對外國公司進行突擊檢查和搜查 以及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 都讓外國投資者感到不安 高盛最近修改了其5年計畫的預測 並解聘了1%的員工 此外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師退休基金會 今年早些時候宣布 將關閉在香港的一個亞洲資產投資團隊 解聘5人 去年11月 穆迪關閉了中國運營的風險管理部門 解聘了大約100人 雪崩走勢嚇壞全球 中國股會債樓四殺同時撲結 《財經大咖 滿足勇士》在推特發文稱 老師說 現在這種股債會市場同時撲結的盛況 我真的只在教科書裡看到過 甚至不知道應該怎麼描述這種情況 要做到股市 債市和會市同時撲結的難度非常大 條件非常苛刻 甚至被視為一種只存在想像之中的理想模型 在現實中不可能出現 但是中國做到了 著名財經數據庫推特賬號則發文稱 任何救市手段都失效 中國股 會債樓四殺同時雪崩走勢嚇壞了全球 如果不是金融危機 無法解釋這樣的走勢 一次又一次逆勢挽救樓市 讓中國這個65萬億的金融泡沫變成了全球最大的泡泡 與此同時 中國老百姓的家庭槓桿加到天高 6個錢包 棺材本都被榨乾 現在已經無法加槓桿 新增貸款同比大降89% 就是證明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外資 民企 富人 中產 各路資金都在撤離中國 奪路而逃 拋售一切可以拋售的變現離場 奔向海外自由之地 股會債樓四殺就是鐵證 美方美股紅火就是證明 十進鳥頭林 40年的改開盛宴 終於結束了 那些還貪食不肯走的鳥 必將成為倒車的殉葬品 以上就是本期阿波羅網正經熱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點讚 轉發 留言和贊助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在歷充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大家可以